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 可以說是耳魚我炸 今天如果你是公司派 你覺得你們公司 未來 可以說是前途一片光明 你會怎麼做 老船長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當然是希望公司的股價 能夠怎麼樣 回到很低的地方 然後怎麼樣 大股東趕快把它怎麼樣買回來 沒有錯吧 如果說 你手上的持股很多 大股東喔 那你當然就希望它股 股票最好是漲到外太空去 可是如果大股東的手上 股票不多 而且沿路一直賣 賣到手軟 股價還是打不大下來的時候 眼看著明明怎麼樣 公司的未來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片光明的前景 那怎麼辦 欸 我就怎麼樣 弄點利空 讓股價由市場把它怎麼樣 打下來 然後怎麼樣 我們再接回來 我以上講的不是天方夜談喔 上市櫃公司一千幾百家裡面 有沒有這樣子的公司派 當然有啊 各位如果有學過會計就知道 營收這個玩意兒啊 它往往是可以操作的 很多的公司它希望營收集中在什麼時候 它會在那個地方把營收灌出來 為什麼 因為大股東已經把股票買好了嘛 這個是一定常常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們明著不能夠講 講快點我們也沒有證據啊 所以我在這邊我沒有指哪一家公司 各位觀眾懂我的意思喔 因為我也不想觸法嘛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它是存在的 那我們講一些違法的 已經發生的事實的 這個我就敢講 各位記不記得以前美國 有一家公司叫恩龍啊 這是一家非常大的企業 它的會計喔 怎麼做的 請美國最有名的會計師群啊 來幫他做財報 有沒有公信力 公信力好得不得了 你光看到那個會計師喔 是哪一家事務所的喔 就放心了 一堆人買了恩龍的股票 散戶啊 法人啊 都看好 因為財報很漂亮 後來才知道做假賬 因為會計師跟他們掛在一起啊 請問可不可以做 當然可以做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可以作弊 只是作弊的程度不同 目的不同 罷了 有些人他是要從事違法的 欸他這樣搞 再舉個案子 叫做博達 欸各位就很熟悉了 因為是發生在我們國內的嘛 他在那邊搞假營收有沒有 無鬼搬運啊 到最後怎麼樣 一堆人怎麼樣 倒霉了 那美國的恩龍案我們不要去管他 因為那個距離你很遙遠嘛 但是博達是我們國內的上市櫃公司 曾經啊 你如果要買博達的這家公司之前 你看他股價這樣飆漲 你會不會想要研究一下 就像老船長講的 欸 今年你做股票要稍微研究一下 對不對 你這家公司叫博達 你這個產品的內容根本看不懂 打差不要買 請問你會不會因為買到博達而中槍 不會 因為博達那個時候在營收還有他生產的東西鬼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寫什麼東西啊 你就打個大問號 欸 老船長你講的喔 馬年我們要自己研究對不對 的確 用在博達案的話也是發生效 這個效用喔 我們也是不可能買到博達 那一樣的道理 我們知道手 手心手背有兩面嘛 你看事情你要看兩面才客觀嘛 那老船長請問一下什麼叫做兩面 有沒有比較正面的呢 有啊 就是我剛才節目一開始我講的啊 我看好公司的未來啊 但是股價怎麼樣 我沿路賣他就是不下來啊 那我希望他低一點對不對 然後我怎麼樣 我好買低啊 有沒有這種大股東 這種公司派 當然有嘛 然後我們不能點名喔 因為點名會處罰 這樣了解意思吧 你們要懂 你看我的節目我就告訴你 教你 我的節目不是每天告訴你 什麼軟體指標翻多做多 翻空做空 沒有那種250的事情啊 如果做股票你是這樣認知的人喔 我跟你講你就是250啊 你不相信你去參加看看嘛 看看你是不是250嘛 啊指標翻多做多就掛掉 那不是翻多做多嗎 股票那麼聽話就好了啊 所以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都可以騙到這麼多的觀眾 去參加會員 那我們就沒有話講 因為基本上智商就低嘛 那還講什麼呢 對不對 股票那麼容易呢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啊 光我今天節目喔 上半段我就先教大家財報的問題啊 就是這營收怎麼做帳的問題 你看 有恩榮博達這個壞例子 對不對 那麼好的例子你就要特別注意了喔 我再講的簡單一點 大家就聽得懂 你這家公司明明不是很好嗎 你做的產業不是 大爆發嗎 怎麼你營收出來難看呢 我告訴你喔 你要小心喔 很可能不是利空喔 是公司派要把股票買回來 偏偏股票市場的認同度又高 怎麼辦 我最簡單的啊 我這個產業找不到利空啊 我就把營收給你做低一點嘛 老船長你講的是真的喔 我們以前在觀察一家公司 明明很好大家跑進去買 都很期待它的營收 就出來很難看 就大家股價把它打得很低的 都賣掉之後結果怎麼樣 他告訴你下個月營收暴增 死給大家看 股價又漲上去 為什麼又漲上去 因為打下來的時候公司派怎麼樣 大量回補 你有沒有在股票市場遇過或看過 或聽過這樣的事情 老船長有 而且不升美局 那就對了 表示我沒有坐在這個地方胡說八道嘛 表示我是真的懂股票的分析師嘛 請問軟體跟指標 會告訴你這些嗎 不可能 很多人強調說 它的軟體指標會預知很多事情 或是它告訴你說 我根本也不曉得 但是我的指標就告訴我 見鬼了 請問博達案它的指標有沒有講 恩榮案它的指標有沒有講 不可能 各位 現在已經是民國 103年 2014年 你還相信這些鬼話的 那麻煩你趕快去參加它的會員 等到你一次兩次上當受騙之後 我告訴你 你就相信我講的是真的 為什麼呢 很簡單嘛 你去參加嘛 既然它的指標 它的軟體 好 可以 預知 什麼股票不能做多 什麼股票不能做空 那你去參加 你應該都賺錢啊 你應該每一筆都賺錢啊 怎麼可能會有賠錢 而且還不只一筆賠錢 賠錢的時候 它就安慰你說 我們這個也不是百分之百準 那你看它在節目上表演的時候 它舉的例子全部都是它對的 它有沒有舉過它例子是錯的 沒有 老船長這麼多年看也 沒有看他們舉過錯的例子 那就告訴你 那絕對不是真的 你到市場上問主力大戶 如果用軟體指標 能夠發財致富的話 我跟你講 那個大戶喔 就笑你是白癡啊 股票不是這樣子做的 我的節目只有三十分鐘不到 扣掉廣告 我今天這一集喔 我就講得很明白 因為今天是十號 所有一月份的營收 都必須在十號公佈 那幾家歡樂幾家籌嘛 好公司有人公佈 今天營收怎麼樣 衰退百分之五十 這一檔 叫遠祥科 一開盤就關門放狗 這家公司 幾不幾優 哇很幾優喔 去年大概 我猜它應該可以賺接近五塊 甚至五塊喔 欸這夠不夠幾優 去年喔 啊今年呢 有什麼 因為一月份的營收啊 現在這個只有看到十二月 一月份的營收 衰退百分之五十 YOY跟去年比喔 這個到時候你們電腦打出來看 烘天雷總是很慢的啦 一月份的營收 一百零三年 一月份的營收 比去年的 YOY喔 year of year 要衰退百分之五十 所以今天開門怎麼樣 有沒有 開盤就關門放狗 啊去年賺這麼多錢 前三季就四塊多喔 一月份的營收居然會爆衰退喔 百分之五十喔 我沒有講這家公司操作營收喔 這個DVD作證我沒有講喔 我只是說 它一公佈衰退百分之五十 當然開盤就跌停鎖了嘛 但是我沒有說它操作 各位聽得懂吧 我只是說市場上有這樣的一個操作的行為 我現在講遠祥科 只是直接告訴你結果喔 它是屬於怎麼樣 衰退百分之五十的 有沒有操作 沒有人知道 我不曉得 因為我不是神 我也不是公司派 這樣各位聽得很清楚吧 好的公司 它一月營收 哇爆衰退五十 今天跌停板鎖住 我是說萬一啦 二月份營收又暴增百分之五十 那怎麼辦 那就漲停鎖啊 所以我們一個散戶要怎麼樣來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下半段的節目回來 我講給你聽 你這一輩子記住 以後你就不用再擔心或是煩惱 導播進廣告 他是蘇富比拍賣的常客 在新店名人鄉 以收藏家的眼光 點藏最美的人生風景 極致工藝 鋼石列珠 大氣禮兵回車道 人生最有價值的收藏 玉上圓 極美落成 29188811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你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頭部幫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諮詢這件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2389-8689 02-2389-8689 你怎麼什麼都知道啊 因為我是購物專家 好 好 那經過了上半段的節目喔 你會聰明的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喔 原來這個營收啊 是我們投資人眼睛看到的時候啊 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沒有錯 那老船長我們任人宰割啊 也沒有錯啊 你做得贏公司派嗎 你做不贏啊 你做得贏大股東嗎 你做不贏啊 那那那那那他們內線交易 他們早就知道了 怎樣 那你要有證據啊 聽得懂嗎 那老船長你在這個行業這麼久喔 你在市場又超過20年了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們怎麼辦 很簡單 有些問題它雖然複雜 可是你可以把它簡單化 舉例 營收這門只是啊 哇 你要透過各種的管道 消息啊 查訪啊 你還是沒有辦法知道 因為你可能不認識大股東啊 而且大股東也不一定會跟你講啊 沒有錯啊 老船長 我們只是怎麼樣 一個小小咖而已啊 但是各位不用擔心 我教大家看 你自己要會看產業 你這個產業喔 我們很客觀的來研究分析 我們發現你這個產業喔 今年也就從現在以後喔 我們不要講過去啦 就現在以後喔 應該是怎麼樣 大放光明的 產業研究總可以吧 聽不懂喔 很簡單 我現在跟各位講喔 賣這個喔 賣這個水的 從這一刻開始 它的產業會大放光明 我相信沒有人會認同啊 你找個國小的來問 他大概也會跟你說 你神經病啊 這個有什麼好大放光明的啊 沒有錯 那如果是穿戴式的裝置呢 從現在以後 會開始大放光明 我相信沒有人反對 老船長你講的有道理喔 那這一方面呢 應該營收 它應該是漸漸要增加才對 反對的舉手 沒有人反對吧 這個是你可以做得到吧 沒有人可以影響你 騙你對不對 對啊老船長 也不需要軟體指標對不對 當然不需要 軟體指標它會知道可穿戴式 會怎麼樣嗎 當然不可能知道 軟體指標是死的 只是經由活人怎麼樣 來加以表演 事後馬後炮的表演 各位聽得懂我的意思了吧 你如果再執迷補 還要繼續相信 那就隨便你了 好不好 你在股市早晚是傾家蕩產 所以你要回歸產業基本面 你才不會怎麼樣 受到怎麼樣 我測標所寫的影響 哪怕是大股東 他股票賣得很多 他知道公司未來會很好 可是股價遲遲 他一直賣 賣不下來怎麼辦呢 他又放利空打 他也不能夠亂編造消息說 哎呀可穿戴裝置 未來人類不會用 你這樣子寫的話 馬上會發生問題的 對啊老船長 那他應該怎麼辦呢 他只能夠比較操作的 就是營收嘛 我營收給你弄少少嘛 我後面再怎麼樣 灌多多嘛 大家了解意思吧 那弄少少的時候 股價往下跌對不對 他就吃啊 等他吃飽的時候 哇後面營收怎麼樣 又放出來啊 所以當他在操作的時候 你不要理他 你只要問你自己 這個產業到底是多還是空 哎 這問題就很簡單了吧 老船長也真的是這樣 就像你剛剛講的 那個博達 他那時候賣什麼鬼東西 大家都不知道啊 也沒有什麼人了解 那你就不要去碰他嘛 那個產業也沒有人知道嘛 你心裡面就打個問號嘛 但是如果穿戴式裝置 如果是這一塊 或是第三方支付NFC 我問你 現在開始要不要夯 要不要爆發 當然要啊 你不用去問公司派啊 這樣子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吧 散戶一定要怎麼樣 你要做贏大股東 你就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知識跟常識啊 那就比啊 看看誰的耐力夠啊 所以你不要用融資買股票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震盪洗盤的過程當中 你會怎麼樣 經不起洗 你會被洗下車 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 那麼我今天等於是幫大家上了一課教學 你可以把我的觀念去請教一些高手 看對不對 如果他有比我更厲害的方法 那請他拿出證據來嘛 他說軟體指標都可以預告你 博達跟恩榮會搞鬼的話 那我跟你講我 我叫他阿公啦 不要去相信那些鬼話 其實博達案你是可以避得開的 我講句比較客觀的話 像我不會帶會員買博達 因為你這公司 這就怪怪的嘛 對不對 那像台積電可不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啊 因為他是世界晶圓代工第一名啊 有誰懷疑的 還需要拿證據嗎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 所以你去買台積電可不可以 可以啊 是不是基歐公司 是啊 未來看不看好 看好啊 短線套牢 短線套牢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台積電 你是買這裡的 現在在這裡你套牢了 你現在在這裡的對不對 你買在這裡的 現在是套牢了沒關係嘛 對不對 那也許將來怎麼樣 又上去了 又創新高了 他也不是沒有過啊 對不對 你那時候買在這裡的 跌下來是不是套牢 哎呀 台積電爛啊 很不好啊 你把它賣掉了 結果怎麼樣 叫救護車 血都吐乾了 一樣的道理嘛 你現在買在這裡好了 你可能覺得說啊 這個很糟糕完蛋了 但是你如果看月線 現在在這裡啊 也許將來在上面啊 所以你做股票 不要短時間去看一家公司的股價 然後就說你這公司是好公司 或是爛公司 你不能這樣子 當然啦 散戶都是這樣子 我知道嘛對不對 你應該很客觀的跳出來 從旁邊去分析去觀察 然後不是說一個人說了算 是怎麼樣 大部分的怎麼樣 研究工作者 都認同的話 那你就不要怎麼樣 太急躁 像大家都說台積電好啊 你套牢你不用怕嘛 但是會不會大家都說友達好 會不會 會不會大家都說友達好 2409的友達 會不會大家都說他好 不會嘛 會有很多雜音出來 那你就要小心 明白我的意思嗎 會不會大家都說 這個說新日光好 會不會大家都說新日光好 最起碼我就不會啊 老船長你不能這樣講 新日光也不錯喔 但是我說過股票市場有一千幾百檔 它是一個比較級 你問我有沒有比新日光好的股票 當然有 台積電就比它好啊 事實上過去長期投資 台積電的大賺啊 投資新日光的產培啊 那未來呢 未來我還是覺得 台積電比新日光好啊 我連財報都不需要看啊 所以做一個投資人 你的心態要正確 你不要 就像我們的曾明中主委 他講得很好啊 股價不要看一天兩天啊 你要看一段時間 你在買這家公司的時候 你既然下定了決心 這中間的震盪洗盤 你不要太在意它 除非你用融資買 那我是跟你講過 不要用融資買股票啊 對不對 或者是你不要看了投顧節目 那個老師天天漲停板 那個軟體指標 它的什麼軟體指標翻多做多 它的軟體指標翻空做空 你看了會很心動 你會以為是真的 然後你參加之後 你發現奇怪 買這個他也叫你停損 買那個也叫你停損 然後你就問他說 你的軟體指標 他會跟你講說 軟體指標也有錯的時候啊 可是你看他的節目喔 看了這麼多年 沒有一集 他說他的指標是錯的 你就知道誰是金光檔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最後我要講的是大盤 大盤喔 這個是月線喔 看月線你根本看不出來 現在是多頭還空頭 如果看月線 這邊算是整理嘛 對不對 那你看日線 這裡空頭多頭 這樣看是多頭啊 但是呢 未來會不會下去 要時間 那麼有人說 這邊是回升 有人說是反彈 我跟你講 都不要假的喔 大趨勢 現在還是多 那至於多是反彈還是回升 要接下來看 那老船長萬一是空呢 空的話他還會做右肩給你逃 但是我說過 我們做股票的大盤 我們只是參考而已 我不用花太多時間 我也不用太在意大盤 我們的專注還是在個股 懂不懂 不要每天 一天到晚想要換股操作 看那個漲又心動 我跟你講喔 你到最後你發現 你把你的股票賣掉之後 怎麼樣 你的那檔股票飆到天上 你又昏倒 是不是 現在沒有大行情 你不要急 等我開始有大動作的時候 我會坐在這個地方宣布 你看別的老師 每天節目要結束 又是優惠 又是打折 叫你趕快參加會員 我會不會這樣子 我很少我幾乎不大會 該要動作的時候 該請你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來喔 那現在的老船長 現在你就聽我把今天這一局教學 你學會了 你懂了 然後你下去看你的股票 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很奇怪 看它應該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你自己要做一個判斷 你不要因為10號營收一公布 哇然後開始怎麼樣 就在那邊喔 哇 不好了就趕快殺 剛好中了大股東的計 明白我的意思嗎 甚至有些公司做假營收的 你也要特別小心 這個都是相對的 但是我沒有講任何一家 我只是在教學 感謝各位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拜拜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開車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部歡迎您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過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花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您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投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投顧 02-2389-8689 02-2389-8689 爸 要出去玩喔 爸 火龍痛啦 那到新宿大醫院看 明天我要去討論 看牙齒 然後後天就到台北 去檢查眼鏡 爸 大醫院病人多 比較有可能會感染其他疾病 又花錢 到附近的診所看 比較不會浪費醫療資源 省下來的時間 我還可以陪你出去走一走 小病看小醫院 大病看大醫院 中風 心肌梗塞等級重症 虛筋快智 中重肚疾醫院就醫 分級醫療 守護全民健康 天中無閒 開心玩樂嬉笑 是每個孩子成長的權利 心情害的陰影 將奪走孩子的笑容